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团体营养善食与自备 为大家介绍流程检视 就是厨房流程检视饮料调制的部门 今天的教学目标是要认识了解厨房流程检视 有关饮料调制的部门 认识了解流程检视 厨房流程检视饮料调制部门的特色 认识并了解厨房流程检视饮料调制部门之主要内容 今天的课程内容是要介绍厨房流程检视 有关饮料调制的部门 厨房流程检视饮料调制部门的特色 厨房流程检视饮料调制部门之主要内容 有关于厨房流程检视 对于饮料调制部门 首先我们要进行规划 要设计规划厨房流程检视 也就是饮料调制部门的工作动线流程 以及它的流程图 制作厨房流程的一个检视 在饮料调制部门的餐厅区这个部分呢 清洁区的工作人员定位 以及食谱制作 SOP之设计以及规划 配合的机具时间以及空间 制作整体饮料调制的一个流程图 检视饮料调制部门员工的工作明细 SOP文件还有记录表单等等 那由于饮料调制这个部门 在检视流程的时候 有时候有些叫做流脂饮食 在团体营养善食 如果是在医院的话 就会这个流脂饮食跟全流脂 清流脂 这些全流脂饮食 也都会是在所谓的饮料调制部门 来做一个完 就是工作工作的设计的一个空间 会是在饮料调制部门来完成 所以在做流脂饮食 全流脂饮食 这些菜单以及机具 都是归在饮料调制这个部门 那所以厨房的一个流程检视 饮料调制部门的规划 要规划到厨房流程检视 饮料调制 要有一些磨豆机呀 咖啡机呀 搅拌机 果菜机等等的一个流程 制作流程 那要检视这些饮料调制 这些保管人啊 负责人 就负责这个饮料的一个 调制的一个情形 包括磨豆机 咖啡机 搅拌机 以及果菜机 等各项员工的一个分工 可以依设备机具的保管人 而订定饮料调制 员工的一个流程检视内容 那厨房流程检视 饮料调制规划的部分呢 流程 流程的一个检视 对于饮料调制区域 规划员工的一个工作内容规划 要知道员工的一个饮料调制 它的一个工作项目内容 以及它的相互关系 所需要的费的时间多少等等 那饮料调制的一个工作内容 作业流程 要使得有效率 流畅性 而且工作时间的规划 还要包括时间 以及空间的规划等等 包括饮料调制区的 区域面积规划 以及人体动作 建筑空间 身高以及动作的一个人体动作 是否能配合 其他积电负荷数据的这个计算 能够负荷没有 这些都要事前规划好 那有关饮料调制 咖啡的流程 我们做说明 一般呢 流程在饮料调制的部分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磨豆机 来把咖啡进行磨豆 这个咖啡机的一个流程制作 或者是说 这个流程 制作这个咖啡的流程 我们在一个磨豆 在一个磨豆机 一分钟咖啡机 上机 半分钟 再上粉 这个滴露 一分钟 最后装饰等等 也就是如果要用这个 义士咖啡来制作 义士咖啡制作这个咖啡的流程 那大概基本 基本的流程 大概就是以上这个流程 那如果是饮料调制 要制作果汁的这个流程呢 就是一般需要有一个搅拌机 或者是果菜机 制作饮料调制的一个流程 最简单的就是要清洗蔬菜水果 一般会把这个水果 先浸泡个20分钟 先浸泡20分钟之后 再清洗 切个蔬菜 然后呢 装饰 最后再把它装到杯子里 那这个饮料调制的制作 在果菜啊 或者是水果茶的流程部分呢 或者是蒸煮 需要蒸煮的饮料调制呢 我们可以把它制作的一个流程 就是先把开水煮开 煮开了 大概煮这个开水 大概花了10分钟之后 就是再把这些水果 以及果茶等等 水果切割 那事前做切割 然后蒸煮 然后再装饰 装杯 这个是有关果茶的一个 蒸煮果茶的一个流程 那一般饮料制作 对于茶 茶这个饮料呢 也是属于蒸煮类的 但是它是单纯的茶 那我们就是备会有一些茶具 那蒸煮 然后最后看是不是要放柠檬片啊 或是其他的在装杯 那厨房流程的检视 包括饮料调制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依据这个基本饮料调制的流程 进行检测 那有关流程 就是饮料调制制流程的一个计划 要先从材料的一个进货开始领料 领料以后经过一连串的各部门的协调 再到清洗蔬菜水果 最后再把这些工具 使用过的工具 清洗洗涤等等 那这些餐饮服务系统的一个计划作业 是根据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 是谁做这件事情 以什么方式来制作 那这样的一个动线 如果是在饮料调制的一个空间 作为基础的话 那么饮料调制区域里面 相关联的操作动线 就要画得很清楚 有哪些人站在哪些工作台面上 这个工作台是谁负责哪些工作 要事先做安排 那适用于厨房流程检视 在饮料调制的一个具体事项 包括食材的送入 跟这个垃圾的清运等等出口 从这个整个 从食材的送入 到垃圾的清运出口的整个流程 要先安排计划 那这些食材啊 盘具啊 器皙啊 条理的器具用具 储存的区域 以及工作的流程 饮料的调制 事物空间的一个流程 还有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的一个安排 比如说有没有更 距离更衣室有多远 休息室厕所等等 这些容量的关系 还有饮料调制 自备被 因为调制出来的饮料 调制要跟这个正餐 可能要搭配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一个便当 搭配一个饮料 所以要把这个饮料拿到被配扇区过来 跟餐厅 或者是直接送往餐厅去 这些位置流程要先计划好 规划好 那其他特定的条件 依据所流程 所列的流程事项 再走一步 就走过每一个部门互相搭配 然后就会知道 跟其他相关部门搭配的时候 是不是还需要有推车 或者是其他的助理人员 来帮忙运送等等 这个饮料调制流程的检视 主要的内容就是 饮料调制事物的操作流程检视 包括这些领料是谁去领料 然后要签单 然后回来是谁做清洗 切割 自备 配扇 那这个饮料调制的一个食材 佐料 配置流程检视搭配时间 人力以及空间 饮料调制的机具 饮料 制作事物流程的检视搭配的时间 人力以及空间 最后到工作台面的清理 以及厨余的清理 分类归位 机具的分类归位 流程的检视 被配搭 时间的配搭 人力以及空间的配搭 依据这个饮料调制制作人员工作的一个明细 使用这些饮料调制机具流程检视 依据这些SOP文件的一个配置 记录表的填写流程的检视等等 以没有调制流程检视 作业的流程中 更应该考虑到 以人体的这个常态动作为基础 如果常态这样进行 是不是有违背这个人体工学的部分 是不是会造成职业的伤害 这些也要考虑进来 那使用的饮料调制设备的一些规格尺寸大小关系 比如说饮料调制过程中 它的锅具需要有多大的锅具 然后呢放在锅炉上 是不是需要有人抬放这些锅具 那其他设备部分的大小关系比例 还要预留转环的空间 在视觉美观的一个感官 就整个一个厨房空间流理台等等 还有水槽 最后放置的一些器具 摆放在哪些设备上面 然后每天拿出来这样的工作 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是否恰当 那这些习惯性跟流畅性 都要加进来一起考量 最后还要看符合的一个经济原则 比如说你这边是不是要再架设一些价值 那这些价值我们是要用 不锈钢的呢还是木制的 还是说用一个玻璃的厨价等等 这些要先想好 有没有这个预算 在饮料调制的一个作业动线的一个范围里面呢 人体的一个动作 动线短可以减轻这个条理作业所需的体力支出 所以在饮料调制流程检视 人体的一个减速呢 就是在一个正常一般的举动 或者是站着正常的舞动 或者是饮料调制流程的检视作业 时间人体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律动 它的一个空间配置 以及这个其他跟其他的人员的一个互动等等 这些饮料调制流程检视工作 完成时间的一个耗费 预估的一个时间跟实际的情形 必须要先预做这个预估 那饮料调制流程检视的一个趋势 就是从饮料调制流程检视 从原料调制到喷煮 这个整个食材的一个运作 都可以朝着多目标多功能的方向 这样朝着多目的的一个流程来制作 也就是说我们在制作流程的时候 我们可以设备多样化的一个机能去考量 考量设计饮料调制的一个流程加以检视 并且具备了万能饮料的一个调制流程的一个形态 比如说针对于咖啡啦茶啦 或者是蔬果汁 果菜汁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用万能的饮料 就是说涵盖的饮料 比如说有红茶的部分 绿茶的部分 以及冰品 冰红茶热红茶这些都是属于茶 那但是 冷饮跟热饮 恐怕就要分开 那所以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就是要朝着怎么样去归类 把这个同一类的 同一类的流程写在一起 那在饮料调制流程上的一个功能上 要有弹性 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在同一类的这个饮料 同一类的同一类的饮料 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弹性 比如说我们会说要不要加柠檬啊 要不要加柠檬片 或者是要不要再加一个酸梅汁进来 或者是其他的搭配 饮料调制流程的一个趋势 是符合菜单的规划 以及市场的需求 再看市场的需求 做进行修改 以及配合制作 所以我们要看市场的需求为何 那饮料调制流程的检视处理流程部分呢 包括制作饮料调制的流程 检视流程图 制作饮料调制流程 检视 饮料调制部门饮料的一个饮料制造区的一个员工定位 这些定位图要先出来 然后呢制作 制作他们的这个饮料单 饮料单啊 食谱啊 以及SOP 这些饮料调制的流程检视 制作每位员工的一个工作手册流程 以及饮料制作流程的检视 制作每位员工工作的一个明细 以及SOP 饮料调制的流程检视 以及制作饮料调制流程检视的一个文件 以及记录表单 做一个验收 那本单元的例题一 就是饮料调制流程检视的趋势为何 例题二 饮料调制流程检视的内容为何 例题三 饮料调制流程检视的特色为何 例题四 饮料调制流程检视的原则为何 例题五 饮料调制流程检视 处理流程的情形为何 那本单元的课后反思 就是厨房流程的检视 对于饮料调制部门的这个内容 进行说明 那我们在这边要告一段落 再见 拜拜